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我们经常说 佛说一切唯心造 实际上为什么要修呢 就是修你的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 学佛人 总是看人家不满意 怎么样就是看人家都不是能够让自己心里感觉到非常舒服 实际上你应该好好检讨自我才对 不满别人 不满意别人 实际上就是苦了你自己 所以对人恭敬就是庄严你自己 所以佛法经常讲 要从自我开始修 要从自我开始修 所以一切唯心造 所以我们经常说 对人恭敬 就是因为心中有礼 一个人心中有佛礼 你才会对别人恭敬 你去看看 能够对人家尊敬的人 他一定心中有真理的 能够把自己变得很谦虚的人 实际上他心中一定有佛礼 他实在是真正的珍贵 所以佛法经常跟我们说 慈悲是你最好的一个解决人间各种问题的方法 这个世界呢 有时候想解决很多问题 还是需要用慈悲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圆满 只有很多人做事比较圆滑 他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圆满的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 让自己在人间圆满呢 只有用慈悲 才有喜舍 多多去关心别人 祝福别人 就是一种不失 我们不管碰到什么问题 先要听别人怎么讲 不要急着表达自我的看法 所以有时候 这个人执着会非常痛苦 因为他执着的人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所以你去看好了 想不通的人 实际上你们记住了 就是福报还不够 因为想不通的人 他听到的是是非 福报够的人 他不会听到是非 而是听到佛法 我们现在度人真的是比较难 因为众生的业力太重 有时候没有办法 只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我们要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所以才能慢慢的让你心变得越来越正直 人变得越来越富有 这个智慧 那个学佛人经常要用佛法 佛教带给我们的智慧来生活 所以经常要用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来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不能稀里糊涂的 就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搞不清楚 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觉得时间太多了 死的时候好像又没活过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总是觉得自己吃亏了 都是别人不好 他自己最好 所以一个人的快乐 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 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少计较的人 就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原谅别人 你就是善待自己啊 所以经常想一想 我可能自己做错了 你心中就会心平三分呢 这个有时候 这个有时候你老觉得别人错 你心中只会增加这个称恨 什么事情都要长思几过呀 我们经常说 我们经常说 做人学会 亲平 亲是什么 寡欲 所以叫亲心寡欲 所以 做什么事情 你有势力 不可用尽 你有福 不能享尽 你有便宜 不能占尽 你有聪明 不可用尽 所以像这些 都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智慧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道理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就是不肯吃亏 所以我们真的才吃了大亏了 我们为什么会吃苦头 因为我们的心理不平衡 我们总觉得人家在占我们便宜 我们总觉得 这个这个 总觉得自己好像要吃亏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 吃亏就是便宜 他在其他地方占便宜 他从来不会很痛苦的 因为他 失去了 他得不到便宜了 他就痛苦了 但是他没想到 得到之后 他又失去了呢 他还是痛苦 所以痛苦的原因 又有害怕得不到 害怕失去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 你想得到就得得到的 这个世界上也不是说 你想失去就一定会失去 他是有因果的 所以做人顺其自然 所以做人顺其自然 我们做人 也是这样 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修行 修出来的就是你做人的 如果你自己 心中没有净土 那你的心一定是肮脏的 所以我们要正知正念 其实佛法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你知道佛法是什么吗 师父告诉你们 佛法就是让你轻轻松松 无忧无虑的 轻松自在 这个活在世界上 就叫佛法 就是叫佛法 回忆过去了 又难过了 未来还没到了 要执着了 你现在就好好地学佛嘛 来去自由了 自己在本觉当中拥有佛性了 你就会越来越 能够放得下了 所以 真正的慈悲 不是爱自己啊 很多人慈悲的半天爱自己啊 真正的慈悲在于爱别人啊 你一定要去爱别人啊 慈悲心 佛法界讲 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给予一切众生的安乐 才叫慈悲心啊 你让人家自然放松 不娶不舍 无欲无求 保持一种安详 你就是慈悲心 所以很多人修半天 都不知道是修心事 修自己的 还有很多人 这整天就修正别人 那佛法的真谛是什么 要去除我值 我爱 而慈悲一切众生 懂得 无欲无求 懂得世界无常 所以去掉 我值 最好的方法 就是发 慈悲心啊 所以佛法界讲一句话 愚者为自己 智者为别人啊 所以我们都要做智者 我们都要为别人活着 我们不能为自己活着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少人 整天是为自己活着的 一旦自己活不下去了 就是不让人家也活 所以怎么样能够学博明理 其实 他想真的是希望大家要好好好好的 来重新来 啊 来惦念一下自己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惦念一下自己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明白 啊 所以 真正有志气的人 啊 啊 如果你今天 知道自己前面有 一万步的距离 啊 你只要跨出了第一步 那你就会朝着 啊 你这个 学佛的方向 走完其余的九千九百九十九步 啊 所以 有时候 人要敢于走出这一步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一步 所以很多人就 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啊 那么就慢慢的 这个这个 谁要懂啊 所以 我们 所以我们经常说 这个世界上要懂得做人 人成及佛成 都是一样的道理 啊 有四句话 啊 啊 说的是 啊 因为你难过了 他为你的难过 他变得快乐了 那是你的敌人 啊 为你的快乐 他也快乐 那就是你的 朋友 啊 为你难过而难过的 啊 就是那些 啊 应该放进你心里的人 我们的 我们的佛友 啊 就是 啊 人伤我痛 啊 所以 真正的 要学佛 有时候 要懂得 人生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这个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